70是吧 对 就几遍 不是喝牛 这是牛层最好的部位 沈阳最贵的黎卤烤肉 45年老店就四张小桌子 人均200还不一定能吃的饱 有吃的吗 这玩儿 来 不过来了 我一个人能吃下吗 这四盘 能吃两 那就来四盘烤肉 那玩儿不守卫 芝麻酱 白糖 加的醋 加的酱油 葱花 香菜 冷面先来了 10块 那是差不多一个人应该是能吃完的 冷面是酸甜口的 冰冰凉凉 里面还有几根红肠 这碗烤牛肉 70 烤木斗 30 烤鸡蒸也是30 烤腰子 30 那牛肉怎么这么愣呢 牛屁股蛋那一块 牛屁股蛋 好愣啊 就是吃到嘴里面它是瘦肉 但是有点肥肉的那种口感 脂肪含量高 就是有点门头 好吃 看上去没有多少脂肪 没有多少白颜色 但是真的就这么嫩 刚刚我正以为老板是跟我客气 他说没几片 一口冷面 一口牛肉 一反而下去了 好像还没什么感觉 鸡蒸也不多 全下了 鸡蒸就是正常的味道 它这个磨豆不错 挺嫩的 应该还蛮新鲜的 一共就四个桌子 吃的话还要预定 烧烤一共就这四种 来吃的应该都是混着他们家这个牛肉过来 但是你要稍微能吃一点的话 一个人来个三四盘应该不费事 又结束一盘 我是第一个来的 大概 20分钟满 四桌满了 腰面 刀工不错 切得很薄 19 19 对 还有一瓶啤酒 老板你们开了多少年了 45年 老店啊 老店 人家所有的网站都补上 就我微信里的都接待不过来 给过了啊 谢谢 幸亏有这碗冷面 不然的话还真没事吧